有高中足球聯賽前哨戰支撐的U18台灣青年足球聯賽 在13號進入了四強賽 由宜蘭高中對上陸主高中 而在上個月陸主高中對戰宜蘭高中時 以1比0之差險勝 這次的四強賽更是拿出野心與平靜 無論頂球切球傳球甚至在團隊的默契上 陸主高中都展現紮實的基本功 最終以3比1戰勝宜蘭高中 關鍵應該是說我們的把握度比較好 相對的別人也有機會 不是說他們沒有機會 但是可能就是我們的把握度比較好 那相對的在比分上就是會有這樣的差別 所以我會希望學生對打完這場球賽之後 希望他們可以學習他們的拼勁 跟他們很紮實的基本動作 比起勝負 學生們更在乎自己在場上的表現 從進攻防守到帶領球隊 每一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整體防守怎麼講 還是有缺陷 要大家一起努力去補 比如說個人能力 防守能力之類的 我需要去組織進攻 然後還有幫忙防守 就是沒有做到一個中場沒有做的 不夠野吧 沒有比對方想要去拿球 人家肯去搶球 只有值得去選 上了 大城 要上了 四強賽結束後 陸竹高中也期盼自己能夠乘著這股氣勢 拿下冠軍 並為接下來的高中聯賽做好準備 有些新聞 怎麼到市底部羅萬台北市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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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